總統出席獨派色彩濃厚的 發帕晚會 前美國白宮國安國文波頓 緊貼蔡英國安被封為上兵 而波頓在臺灣鼓吹戰爭 說烏克蘭是臺灣的最好榜樣 專家起底伊拉克戰爭的邪海 煉獄就是因為波頓而起 專家爆料 總統和不少獨派人士的家人 早就移民海外 一旦戰爭來襲 死的都不是自己 鼓吹臺灣上戰場的波頓 自己竟然還是大逃兵 1970年輪到他應該要去越南重軍的 就在1969年 他就先參加所謂的美國國民防衛隊 他說他不想死在東南亞的稻田裡面 請問這一個貪生怕死的一個人 現在跪為這個總統府的上兵 他跟林飛旁邊有兩樣 不當兵跑去當什麼養老院的這個志願役 跟波頓一樣 他當年不肯當美軍到越南去打仗 躲在那個街道的防衛隊裡面 不很好笑嗎 專家起底波頓鼓吹戰爭 是為了美國利益 而獨派請波頓來 是為了民進黨利益 希望用臺灣人的鮮血 換成他們臺灣獨立夢想的這批人 應該醒一醒 不要再把這種戰爭販子 送到臺灣來鼓吹戰爭 獨派可以高喊獨立建國 但中華民國的總統 若許人則和鼓吹臺灣戰爭的政客 站在一起 難道是要讓臺灣變成下一個煉獄 記得張德民 對方的晃貓 會不會 無法